日出之前,猫儿在和布洛斯科的女儿们共享的房顶上的小屋里,醒来了。 猫儿总是第一个醒来,跟泰利亚和布里亚一起挤在毯子底下,很温暖,也很舒适,她能听见他们轻微的呼吸声。 她翻身坐起来,摸索,布里亚睡意宁喃地抱怨了一句,然后背过身去。 挥石墙中的寒气让猫儿身上直起鸡皮疙瘩,她在黑暗中迅速地穿上衣服。 她在套外套的时候,泰利亚睁开眼睛叫她, 猫儿,亲爱的,把我的衣服拿来。 泰利亚是个迟钝的女孩,瘦得皮包骨头,老抱怨说冷。 猫儿替她取来衣服,泰利亚在毯子底下扭动着钻进衣服里, 然后她们一起将泰利亚的大个子姐姐布里亚从床上拉起来。 布里亚带着睡衣,含含糊糊糊地威胁着她们。 等她们三个爬下连同屋顶阁楼的梯子的时候, 布里亚和她的儿子们已经上了屋后小水渠中的船, 跟每天早晨一样。 布里亚大吼大叫,让女孩们快点。 她的儿子们则帮助泰利亚和布里亚上船, 猫儿的任务是解开柱子上的绳索,将绳子扔给布里亚, 然后用一只穿靴子的脚把船推离码头。 布里亚的儿子们努力撑高, 码头和甲板之间渐渐变远, 猫儿奔过来,跃上甲板。 在那之后,她有很长一段时间, 无所事事,只能坐着打哈欠, 任由布里亚和她的儿子们驾驶着船在黎明前的黑暗中前进, 经过一条条错综复杂的小水渠。 今天看起来是寒有的好天气, 清新爽朗。 布拉夫斯只有三种天气, 雾天不好, 雨天更糟, 下冰雨是最糟的。 但是偶尔会有一天早晨, 破晓时天空呈现出粉红与湛蓝, 空气中有刺鼻的咸味。 这样的天气, 猫儿最喜欢。 他们来到一条宽阔的水道, 即长渠, 然后转向南边的渔室。 猫儿, 盘腿坐着, 竭力抑制着打哈欠的冲动, 仔细回忆梦中的细节。 我又梦到自己是一头狼。 他记得最清楚的是气味, 树林与泥土, 狼群的弟兄, 马、 鹿和人的气息各不相同, 而浓烈的恐惧气息始终不变。 有些个晚上, 狼梦如此的鲜活, 生动, 甚至他醒来后依然能听见弟兄们的嚎叫。 有一次, 布里亚声称, 他在睡梦中一边低吼, 一边在被子底下乱动。 他以为那是蠢笨的谎话, 直到泰里亚也这么说。 我不该做狼梦, 女孩告诉自己, 我是猫, 不是狼, 我是运河边的猫儿。 狼梦属于斯塔克家族的埃里亚, 可尽管他努力尝试, 仍无法摆脱埃里亚的影子。 不管睡在神庙里, 还是跟布里斯科的女儿们共享房顶上的小屋, 狼梦始终困扰着他, 有时还有噩梦。 狼梦是美好的, 在狼梦里, 他敏捷强壮, 追逐猎物, 身后跟着自己的族群。 他讨厌另一个梦, 在那个梦中, 他只有两只脚, 而不是四只。 在那个梦中, 他一直在寻找母亲, 跌跌撞撞地穿过烂泥潭, 穿过鲜血和烈火。 在那个梦中, 天空始终下着雨。 他能听见母亲的尖叫, 但有个狗头怪物不让他去救妈妈。 在那个梦中, 他总是在哭泣, 像个吓坏了的小女孩。 猫不会哭, 他告诉自己, 跟狼一样, 这只不过是个蠢笨的梦而已。 布洛斯科的小船顺着长渠路过真理宫的绿铜孔顶, 又驶过普洛斯坦殿和安塔利亚殿的高大方塔, 然后穿越填水区那瘦大无棚的灰色桥拱, 来到一个叫做淤泥镇镇的城区。 这里的建筑比较小, 不那么宏伟。 晚些时候, 运河将被蛇舟和泊船塞得水泻不通, 但在黎明前的黑暗中, 这条船几乎独占水稻。 布洛斯科喜欢在泰坦巨人宣告日出的档口到达渔室, 那沉闷的声响穿过江湖, 虽然因距离遥远, 声音有所减弱, 但那声音仍然足以唤醒沉睡的城市。 当布洛斯科和他的儿子们将船驳在渔室里, 那里已经挤满了售卖飞鱼、 雪鱼、牡蛎和隔离的人, 还有管家、厨子、 百姓家的主妇以及船上下来的水手。 他们一边检视早晨的水产, 一边高声一驾。 布洛斯科在小船之间走来走去, 审查着各种贝类, 不时用拐杖敲敲木桶或者箱子。 啊,这个, 他会说, 嗯,对, 他他他, 呃,这个, 他他他, 不,不是那个, 是这里, 他。 他不爱说话。 开利亚说, 他父亲对话语就跟对钱财一样的吝啬, 牡蛎, 隔离, 螃蟹, 棒壳, 扇贝, 有时还有虾, 布洛斯科都买, 取决于当天什么货好。 他们将他敲打过的木桶和箱子搬到小船上, 布洛斯科几倍不好, 比一大杯黄啤酒重的物体便拿不动。 完事之后, 猫儿身上已经有了一股海水和鱼的味道, 他习惯了几乎闻不出来, 他也不介意干活, 背负沉重的木桶而腰酸背腾, 代表自己正在越变越强壮。 一旦所有的木桶装载完毕, 布洛斯科亲自将船推离岸边, 他的儿子们沿着长渠将大家撑回家。 布洛斯科和泰莉亚坐在船前面窃窃私语, 猫儿知道他们在谈论布洛斯科的男朋友。 父亲入睡后, 布洛斯科会爬上屋顶, 跟男朋友约会。 了解三件新事物, 再回我们这儿来。 慈祥的人送猫进城之前命令他, 而他总能做得到。 有时不过是三个新的布洛斯语词汇, 有时他带回水手的故事, 奇妙而不可思议, 发生在布洛斯群岛之外的广阔世界。 战争, 赖哈姆语, 龙的孵化, 有时他学会三个新笑话, 或者三个新谜语, 或各种行当的诀窍, 他时不时还会得知一些秘密。 布洛斯外号秘之城, 遍地皆是迷雾, 假面和低语。 女孩了解到, 这座城市的存在本身就是一个持续了一个世纪之久的秘密, 而他的具体位置更隐藏了三百年。 九大自由贸易城邦都是古瓦雷利亚的女儿, 慈祥的人教导他。 其中布洛斯是离家出走的私生女, 我们是一群混雀儿, 是奴隶、妓女和窃贼的子孙。 我们的先辈从几十个不同的国度汇聚到这个避难所来, 以逃避奴役他们的龙王。 无数神奇也随他们一起到来, 但他们所共有的只有一个神, 千面之神, 千面之神有诸多名字。 慈祥的人说, 在科霍尔, 他是黑山羊, 在怡地, 他是夜狮, 在威斯特罗, 他是默克。 最终, 所有的人都必须向他折腰, 不管他们敬拜七神, 还是光之王, 是岳母, 是燕神, 还是至高牧神, 人类属于他, 除非有谁能永生不死。 你知道有谁能永生不死吗? 没有, 他回答, 凡人皆有意思。 每当猫儿在月黑之夜, 潜回小山丘上的神庙, 总能发现慈祥的人在等他。 跟离开我们时相比, 你有多了解到些什么呢? 他总是会这样问。 我了解到, 虾子Bacon, 贩卖的牡丽的辣酱, 是用什么做的? 他说, 我了解到, 蓝灯笼的戏班, 要演出, 挨眠领主, 戏子船打算以醉酒七讲手回应, 我还了解到, 每当受人尊敬的商旅船船长, 穆雷托普拉斯坦, 出海航行的时候, 书贩子罗托罗尼尔, 就会睡到他的家里。 母狐号返乡之后, 他又搬出去。 嗯, 了解这些事有好处。 你是谁啊? 无名之辈, 你撒谎。 你是运河边的猫儿, 我很了解你。 去睡吧, 孩子, 明天你必须侍奉。 凡人, 必须侍奉。 猫儿每三十天中, 有三天侍奉千面之神。 月黑之时, 他就成了无名之辈, 成了千面之神的仆人, 身穿黑白长袍, 走在慈祥的人身边, 提着灯, 穿过芳香弥漫的黑暗。 他擦洗死者, 搜查衣服, 清点钱币。 有些日子, 他还是替无马帮厨, 切碎大大的白蘑菇, 剔除鱼骨。 这些都发生在月黑之时。 其余日子里, 他是个孤儿, 穿着一双比脚大的太多的破旧靴子, 褐色斗篷边缘磨得破破烂烂, 一边吆喝着, 棒肉, 扇贝, 隔离。 一边推着小车, 穿行于旧衣饭码头。 他知道, 今晚月亮会变黑, 因为昨晚月亮只剩下了窄窄的一条。 跟离开我们时相比, 你有多了解到些什么? 慈祥的人一见面就会这样问。 我了解到, Bria在父亲睡觉的时候, 跟一个男孩在房顶上碰面。 他心想, Talia说, Bria让那男孩摸自己, 尽管那男孩不过是房顶上的耗子, 所谓房顶上的耗子都是贼。 但这只是一件事, 猫儿还需要两件, 他不担心, 有船的地方就有新鲜事。 等他们回到家, 猫儿帮布洛斯科的儿子们把货物从小船上卸下来。 布洛斯科和女儿们将贝类分到三辆推车里, 铺在层层海藻上。 买完了, 才准回来。 布洛斯科每天早晨都会这样嘱咐女孩们, 然后他们便出发叫卖。 布洛斯科推小车去紫岗, 那里停泊着海船, 可以把这些东西卖给布洛斯水手。 Talia去月池附近的小巷, 或者在猎神岛的庙宇间兜售, 而猫儿十有八九会先去旧一贩码头。 布洛斯人才被准许使用紫岗, 从水淹镇直到海王殿。 来自其他自由贸易城邦, 以及世界各地的船只只能使用旧一贩码头。 跟紫岗相比, 这里比较简陋, 粗糙和肮脏, 也更为嘈杂。 各地的水手、商人, 挤在码头和街道中间, 招待别人并寻找猎物。 走遍全布洛斯, 猫儿最喜欢这里。 他喜欢嘈杂, 喜欢奇异的气味, 喜欢看那些船趁着晚巢抵达, 看着那些船出发。 他也喜欢水手们。 喧闹的泰洛斯人, 嗓音红亮, 胡子染成各种颜色。 金发的李斯人斤斤计较, 试图压低他的价格。 一般港人矮胖多毛, 用低沉嘶哑的嗓音喃喃咒骂。 还有, 他看中的夏日群岛人, 皮肤如油木般乌黑光滑, 穿着红绿或黄色的羽毛披风。 他们的天鹅船上高耸的桂杆和白帆, 华丽壮观。 时尔也会遇到威斯特罗的讲手和船员, 他们有的来自旧镇的宽帆船, 有的来自穆古城军林或者海鸥镇的华奖商船, 还有的来自清廷岛的大肚子平底运酒船。 莫尔懂得布拉佛斯语中, 牡利、隔离、扇贝这些词, 但他沿着旧一份码头叫卖时说的是贸易黑话, 这是一种码头、船务及水手酒馆中流行的话, 混合了十来种不同语言中的乌言晦语, 伴随着手势, 其中大多极具侮辱性。 猫尔爱讲黑话, 惹他的人多半会见识到把大拇指夹在两指尖的下流首饰, 或者被形容为屁股蛋或者骚骆驼。 也许我没有见过骆驼, 他告诉他们, 但我闻得出骆驼的骚味。 那样子偶尔会激怒别人, 但他不怕, 因为他有手指匕首, 他不仅始终保持匕首锋利, 也实时练习使用那东西。 某天下午, 红洛格在快乐码头等兰娜空闲, 便教会了他如何把匕首藏进袖子, 又如何迅速地抽出来, 还教他平滑地割开钱袋, 而不让主人注意到。 了解这些事有好处, 连慈祥的人也赞同, 尤其是夜里, 当刺客和房顶上的耗子四处活动的时候。 猫在码头边结交朋友, 挑夫和戏子, 省匠与补番公, 酒馆老板, 酿酒人, 面包师傅, 乞丐与妓女。 他们从他那儿买隔离和扇贝, 告诉他真实的布拉佛斯, 编造虚假的自我, 并嘲笑他说的布拉佛斯话。 但他从不让这事困扰自己, 他会用下流手势反击, 还管他们叫做骚骆驼, 惹得他们纵声大笑。 基罗罗多塞尔教他唱不正经的歌, 基罗罗的弟弟基罗诺告诉他抓蛮鱼的最好地点, 戏子传的戏子们叫他英雄的站姿和戏中的台词。 那些著名的戏剧, 例如《罗伊纳之歌》, 征服者的两个老婆和商人满足不了的妻子。 眼神悲伤的小个子奎尔, 为戏子传编写所有低俗的戏剧, 他提出要教猫儿女人如何接吻, 但他跟纳罗拿血鱼砸他, 这一话题就此作罢。 魔术师科索姆教猫变戏法, 魔术师能吞下老鼠, 然后把他们从猫儿的耳朵里拉出来。 这是魔法? 他说, 这不是, 猫说, 老鼠一直在你的袖子里, 我看到它在动了。 这是猫儿的魔法词语, 跟所有魔法词语一样, 几乎能让它去任何地方。 它登上来自Lise, 旧镇和一班港的船, 在甲板上当场售卖牡蛎。 有些日子, 它推着小车经过全市人家的高塔下, 向门口的卫兵兜售烤隔离。 有一次, 它在真理宫的台阶上叫卖, 另一个小贩试图将它赶走, 于是, 它掀翻了那个人的推车, 让那个人的牡蛎 在鹅卵石上到处乱滚。 翻阁码头上的海关官员 会主动向它购买。 而在圆顶和塔楼低于江湖的绿色水面的水烟阵, 来来往往的船夫也会找它。 有一回, Bria来越境, 卧床不起, 马尔便推着他的车去紫岗, 向海王游艇上的讲手推销螃蟹和虾。 那艘游艇从船头到船尾布满了张张笑脸。 它还沿着填水渠来到越池, 既卖给身穿彩纹绸缎昂首阔布的刺客, 也卖给穿单调挥鹤外衣的看护人和执法官, 但它总会回到旧一贩码头。 牡蛎, 蛤蜊, 扇贝。 女孩边喊, 边顺着码头, 推着小车。 牡蛎, 蛤蜊, 扇贝。 一只肮脏的橘黄色的猫被他的喊声吸引, 跟在他后面走。 再往前又出现了第二只, 那是个垂头丧气满身烂泥的家伙, 尾巴只有短短的一截。 猫都喜欢猫儿的气味。 有些日子日落之前, 他的身后会跟上十几只猫, 女孩时不时地扔一只牡蛎给他们, 看谁能抢到。 他注意到最大的公猫很少获胜, 战利品往往属于比较小巧灵活的猫, 它们经受凶悍又饥饿。 和我一样, 他告诉自己, 他最喜欢某只瘦骨灵蜀的老公猫。 老公猫的一只耳朵被咬掉了, 让猫儿想起自己从前在红宝里到处追逐的一只猫。 不, 那是另一个女孩, 不是我。 昨天停在这里的两艘船离开了, 又有五艘新船搏进来, 包括一艘名叫赖皮猴的小型宽帆船, 一艘散发出沥青鲜血和精油味道的巨型一般捕金船, 两艘潘托斯的破烂平底船, 以及一艘古瓦兰提斯的绿色细长华奖船。 猫儿在每条踏板跟前停下来叫卖蛤蜊和牡蛎, 先用黑化, 继而用威斯特罗通用语。 捕金船上有个船员大声咒骂他, 把他的猫都吓跑了。 而一名潘托斯奖手问他, 他两腿之间的隔离要多少钱。 他在其他船上的遭遇要好一些, 绿色华奖船的大副吞下了五六只牡蛎, 然后告诉他, 他们在石阶列岛遭到了离子海盗的袭击, 船长遇害了。 是桑恩那混蛋干的, 他带着老母之子号和那艘巨大的瓦雷利亚人号, 我们运气好, 将将逃脱了。 小巧的赖皮猴号来自海鸥镇, 那上面的威斯特罗船员很乐意用通用语跟着聊天, 其中一个人问他, 军邻的小女孩怎么会到布拉佛斯的码头边来卖隔离呢? 他只好把自己的故事又讲了一遍。 我们要在这边待上四天四夜, 另一个告诉他, 上哪儿, 能找点乐子呀? 西子船的戏班正在上演最久七讲手, 猫儿告诉他们, 烂泥轿有豆蛮鱼, 就在水烟镇大门口, 你们愿意的话还可以去乐池, 刺客们晚上在那儿决斗。 哦, 这些都很好, 另一个水手说, 但是我的想要女人。 最好的妓女在快乐码头, 嗯, 就是西子船停泊的地方的旁边。 他指点着, 说, 码头边有些妓女非常歹毒, 而刚来的水手完全不能分辨。 斯芙蓉最可恶, 大家说他抢过十几个男人, 之后还把人杀了, 尸体翻进水渠喂满鱼。 醉女儿清醒的时候也许很可爱, 一喝酒就不行了, 祸害杰尼其实是男人。 找快乐梅里。 梅瑞琳是她的真名, 但是大家都叫她快乐梅里, 她也确实很快乐。 每次毛尔经过妓院, 快乐梅里都会买上一打牡蛎, 分给她的姑娘们。 快乐梅里有一颗善良的心, 这点大家都同意。 除此之外, 她还有全布拉佛斯最大的胸, 快乐梅里喜欢自吹自擂。 她的姑娘们也都很善良, 红脸背上你, 水手之漆, 可以凭一滴血预测你的未来的独眼衣呢, 漂亮的小兰呢, 甚至长小胡子的一般女人, 埃瑟琳也许并不美丽, 但都对毛尔很好。 漂夫都去快乐码头, 毛尔向赖皮猴上的人保证, 小伙子们给船卸货, 快乐梅里说, 我的姑娘们给驾船的小伙子卸货。 歌手歌颂的那些美丽妓女呢? 最年轻的赖皮猴问, 她是个长雀般的红发男孩, 最多十六岁, 他们真有传说中那么漂亮吗? 我上哪儿找一个这样的呢? 她的船友们看着她哈哈大笑, 七层地狱里面, 小子, 其中一个说, 船长自己或许可以找朵交际花, 前提是卖掉这艘该死的船, 那种妞是给老爷们准备的, 咱们这种人沾不着边。 布拉佛斯的交际花, 世界闻名, 歌手颂扬他们, 金匠和珠宝匠争相为他们打造物品, 手艺人祈求他们光顾。 贸易巨子支付相当于 王室成员赎金的高额费用, 以求在舞厅宴会以及戏剧演出时 挽着他们的手臂, 刺客以他们的名义互相厮杀。 猫儿推着小车 在运河边行走的时候, 有时会撇到某位交际花乘船经过, 去与情人共渡两宵。 交际花都有自己的游船, 有仆人称高, 载他们赴约。 女诗人手中总拿着一本书, 月影只穿银色与白色的衣服, 美人鱼女王与她的美人鱼们寸步不离, 那是四位豆蔻年华的少女, 为她牵起裙摆和长发。 交际花们一个比一个美, 连蒙面女士也不例外, 但只有她认可的情人才能看见她的脸。 我卖过三个扇贝, 给一个交际花, 猫告诉水手们, 她走下游船的时候招呼我。 波勒斯科早就跟猫儿讲清楚了, 绝不能跟交际花讲话, 除非他们先开口。 那女子朝着猫儿微笑, 付给她十倍于扇贝价格的硬币。 是哪一个呢? 是扇贝女王, 对不对? 是黑珍珠。 猫儿告诉他们, 快乐梅里说, 黑珍珠是最有名气的交际花。 哦, 它有蒸笼血脉。 梅里告诉猫儿, 第一人黑珍珠是个海盗女王, 后来被某位威斯托罗王子收作了情妇, 生下了一个女儿, 长大以后成了交际花。 而女儿的女儿又继承母业, 代代相传, 直到现在的第四人。 她都跟你说了些什么呀, 猫儿? 她说, 我要买三支扇贝, 还问, 你有没有辣酱呢? 小家伙。 女孩回答, 哦, 那你说了些什么呢? 我说, 没有, 女士。 然后又说, 别叫我小家伙, 我的名字是猫儿。 应该为我准备些热辣酱才对。 杯口有辣酱, 他卖出的牡蛎是布鲁斯科的三倍。 猫儿也告诉过慈祥的人黑珍珠的事。 他的真名叫做贝勒杰奥斯利斯。 这是猫儿了解到的三件事之一。 对, 慈祥的人轻声说, 他的母亲是贝勒纳拉, 但第一人黑珍珠也叫贝勒杰。 猫儿知道, 赖皮猴上的人们不关心焦际花母亲的名字。 他转而询问七大王国的消息和战争的情况。 战争? 其中一个人笑着说, 什么战争啊? 没有战争。 海鸥镇没有。 另一个人说, 谷地没有。 小公爵没让我们卷入战团, 跟他母亲一样。 跟他母亲一样。 谷地的夫人 是姨妈呀。 莱莎夫人 猫儿说, 他是不是 呃, 死了。 满脑子想着焦际花的雀斑男孩 替他把话说完。 对, 他被自己的歌手谋害了。 哦, 这与我无关, 运河边上的猫儿没有姨妈, 从来没有。 猫儿推起小车, 离开赖皮猴号, 在鹅卵石路上一路颠簸。 牡蝎, 牡蝎, 隔离, 扇贝。 他吆喝着, 牡蝎, 隔离, 扇贝。 大部分的隔离 卖给了挑夫, 他们在给清廷岛的平底大运酒船卸货, 其余的卖给了一群修补密尔商船的人, 那艘船是在暴风雨中损坏的。 沿着码头继续往前, 猫儿遇到了塔根纳罗。 塔根纳罗背靠着一根柱子坐着, 身边是海豹王喀索。 塔根纳罗买了一些牡蝎, 喀索吼了一声, 让猫儿握自己的旗帜。 跟我干吧, 猫儿, 塔根纳罗一边从蹦壳里往外吸着肉, 一边怂恿着。 自从最女儿用匕首刺穿了小纳伯的手之后, 塔根纳罗一直在寻找新达档。 我给你的比布鲁斯科多, 而且你身上闻起来也不会再像鱼一样了。 卡索喜欢我的气味, 猫儿说。 海豹王吼了一声, 仿佛表示赞同。 纳罗的手还没好吗? 三根手指无法弯曲。 塔根纳罗在吞食牡蝎的间隙中抱怨着, 一个不能用手指的贼顶啥用啊? 纳罗挑选要摸的口袋很在行, 挑选婊子可不怎么样。 快乐梅里也这么说, 猫儿很难过, 他挺喜欢小纳伯, 尽管小纳伯是个小偷。 那他将来怎么办? 啊, 他说他去滑档, 他觉得两根手指足够了, 而且海王一直在雇佣档手。 我告诉他, 不行, 纳伯, 大海比淑女更冷淡, 比婊子更残忍, 你倒不如砍下那只手, 然后去讨饭。 卡索知道我说的对, 是不是, 卡索? 海豹又吼了一声, 猫儿忍不住微笑起来, 他又扔给海豹一只牡蛎, 然后独自离开了。 猫儿到达快乐码头的时候, 天已经快黑了, 小巷对面就停泊着戏子船, 几个戏子坐在倾斜的船身上, 一袋酒在他们手中传来地去, 当他们看见猫儿的推车, 便过来买牡蛎, 他问他们醉酒七奖手准备的怎么样了, 忧郁的Jaws摇了摇头, 昏死终于撞到了Elecourt跟Sloy上床, 于是他们就用道具剑决斗, 然后双双气鼓鼓地离开了, 今天晚上就只剩下五位醉酒奖手了。 奖手人数不足, 只好用醉酒的程度来弥补。 Milmero宣称, 比如我就能胜任。 小纳伯想当讲手, 猫儿告诉他们, 你们有了他, 就是六个。 你快去见快乐美丽吧, Jaws催促着, 你知道, 少了你的牡蛎, 他的脾气得有多坏。 然而当猫儿溜进妓院的时候, 他发现快乐美丽坐在大厅里, 闭着眼睛, 在听戴林弹奏木头竖琴, 伊娜也在。 他正在梳理兰娜的金色长发, 又是蠢笨的情歌。 兰娜总爱要求歌手给他表演蠢笨的情歌。 兰娜是最年轻的妓女, 才十四岁。 猫儿知道快乐美丽给她订的架, 是其他姑娘的三倍。 看到戴林厚颜无耻地坐在那里, 猫儿便怒从心起。 只见戴林一边用手指拨弄着竖琴, 一边朝着Lana旁边眼。 妓女们把她叫做黑衣歌手, 但现在她身上已经几乎没有黑色了。 她用唱歌挣来的钱, 把自己由乌鸦变成了孔雀。 今天她穿着松鼠皮香边的紫色长毛绒披风, 白色与淡紫色的鞋纹上衣, 以及刺客们那种五彩长裤。 除了今天穿的, 她还拥有一件丝斗篷和一件金线香边的 酒红色天鹅绒披风。 她全身上下唯一的黑色是靴子。 猫尔曾听她对Lana说, 她把黑衣服全都扔进了水渠里。 我跟黑色划清界限了。 她宣布, 你是守夜人军团的成员。 猫尔心想, 戴里恩正在歌唱着某个蠢笨的淑女, 从某座蠢笨的塔楼上跳下来, 因为她蠢笨的王子死了。 淑女应该去干掉杀害王子的人, 而歌手应该待在长城。 戴里恩刚出现在快乐码头的时候, 埃里亚冲动地想问她是否愿意带着自己回东海望, 结果却听她告诉悲伤你自己永远也不会回去了。 硬邦邦的床, 烟血鱼, 站不完的岗, 那就是长城。 她说, 况且, 东海望没有一个人, 有你一半漂亮。 我怎么忍心离开你呢? 猫儿听她对Lana说过同样的话, 还有对猫舍的一个妓女, 甚至在七灯之院表演的晚上, 她对叶英也这样说过, 胖子揍她的那天晚上, 我要是在就好了。 快乐妹里的妓女们, 还是时时会拿这件事当笑话。 伊娜说, 她一碰那胖子, 那胖子的脸就胀得跟甜菜根一样的红。 但当那胖子开始惹麻烦的时候, 快乐妹里把她拖了出去, 扔进了运河。 猫儿正想着那胖小子, 回忆自己如何从Taylor和Wobler手里解救她, 水手之七出现在了她的身边。 水手之七出现在了她的身边。 她唱的歌真好听。 水手之七用威斯特罗通用语, 喃喃地说着, 主神一定很钟爱她, 给了她这样好的嗓音, 还有那张漂亮的脸。 她的脸虽然漂亮, 心却很肮脏。 艾莲这样想着, 但却没有把话说出来。 戴林同水手之七结过一次婚, 水手之七只跟与她结过婚的人上床。 快乐码头, 有时一晚上要举行三四次婚礼, 通常都是由浑身酒气精神亢奋的红袍僧埃兹里诺主持, 不然就是Yustas。 他曾当过外遇圣堂的修士。 倘若红袍僧和修士都不在, 会有妓女跑到戏子船去带回一名戏子来。 快乐梅里总是说戏子扮演僧侣要比真正的僧侣强很多, 尤其是尼尔梅罗演得可好了。 那些婚礼总是很喧闹, 很欢乐, 人们会喝下很多的酒, 每次猫儿推着车碰巧路过, 水手之七都坚持让新婚丈夫买点牡蛎, 说是圆房时能更加坚挺。 他这么做是出于好心, 他平时还很爱笑, 但猫儿感觉他的笑中似乎有点悲哀。 据其他妓女说, 水手之七每当月经来巢时, 就会造访猎神岛, 他知道那里的所有神旗, 甚至包括那些已经被布拉佛斯人遗忘了的神。 他们说他是去为自己的第一个丈夫祈祷, 他真正的丈夫, 在海上失踪了, 当时他跟Lana差不多大。 他以为如果找对了神, 也许神灵会操控风向, 把他的爱人给吹回来。 认识他最久的独亚伊娜说, 但是我祈求这种事千万别发生, 他的爱人死了, 我能从他的鞋里藏出来, 如果他的爱人真的回到了他的身边, 也会是一具尸体。 戴利恩的歌终于结束了。 当最后一个音符在空气中隐去, Lana叹了口气, 歌手将竖琴放到一边, 把Lana抱到怀里。 他刚刚开始轻轻触摸Lana, 猫儿就大声说, 牡蛎, 有人要吗? 快乐眉里突然睁开了眼睛。 好的, 女人说, 拿进来吧, 孩子, 伊娜, 去弄点面包和醋。 膨胀的红日, 悬在一排桅杆后面的天空上, 猫揣着鼓鼓一袋子前臂, 离开快乐码头。 推车空了, 上面只剩下了盐与海藻。 戴利恩也要离开了, 他边走边告诉猫, 他今天晚上答应了要在绿蛮客栈唱歌。 每次在绿蛮客栈表演, 我都能挣到银币。 他夸耀着, 那儿有船长和船主出没。 他们穿过一座小桥, 沿着曲折偏僻的小巷前进。 日头照出的影子越来越长。 很快我就能在紫岗表演, 然后是海王殿, 戴利恩接着说。 猫儿的空车在鹅卵石上踏踏作响, 奏出轻快的乐章。 昨天, 我跟妓女们一起吃飞鱼, 一年之内, 我将跟娇妓花一起享用帝王蟹。 你的兄弟呢? 猫儿问, 那个胖子, 他找到去旧镇的船了吗? 他说他本来要跟 沃沙诺娜小姐号一起出航的。 我们都要去, 那是雪诺大人的命令, 我告诉山姆, 扔下老头, 但是那个蠢胖子不肯听。 最后一缕落日, 在歌手的发迹闪耀着。 好了, 现在太迟了。 就是这样, 猫儿说, 他们踏入一条蜿蜒的小巷, 里面黑沉沉的。 等猫儿回到布鲁斯科的房子, 夜晚的雾气已经开始在小水区上方聚集。 他放下推车, 在布鲁斯科的帐房里找到布鲁斯科, 然后把钱袋砰的一声扔到他面前的桌子上, 又砰的一声扔下一双靴子。 布鲁斯科拍拍钱袋, 嗯, 很好。 但这是什么? 靴子。 好靴子很难找, 布鲁斯科说, 但是这一双, 对我来说太小了。 他提起一只靴子, 斜眼打亮着。 今天晚上月亮黑了, 猫儿提醒他, 啊, 你赶紧回去祈祷吧。 布鲁斯科推开靴子, 道出钱币, 清点着。 Villa Doris, Villa Muglis, 猫儿心里响。 他穿行于布拉佛斯的街道, 雾气从四周升起, 当他推开鱼梁木门, 进入黑白之院时, 略微有点颤抖。 今晚燃烧的蜡烛不多, 犹如暗淡的星星, 黑暗中所有的神奇都是默克。 在地窖里, 他解开猫儿破旧的斗篷, 将猫儿沾有鱼腥味的棕色上衣, 从头上脱出来, 踢掉猫儿浸满盐漬的靴子, 钻出猫儿的内衣裤, 然后在柠檬水里沐浴, 洗掉运河边的猫儿身上特有的气味。 他从水中出来的时候, 已经用肥皂把身子擦洗得干干净净, 褐色的头发贴在脸颊上, 猫儿不见了。 他换上干净的袍服和一双柔软的补脱鞋, 去厨房向乌玛讨些食物。 牧师和侍僧已经吃过了, 厨师给他留了一块美味的炸鱼鱼和一些黄无尽泥, 他狼吞虎咽地吃了下去, 洗好碟子, 然后去帮流浪儿准备药剂。 他的任务是取东西, 爬上梯子, 寻找流浪儿需要的药草。 甜睡花是一种慢性毒药, 流浪儿一边告诉他, 一边用垂臼研磨。 极小力便能减缓心脏跳动, 抑制癫痫病的发作, 使病人平静坚强。 一小左确保一夜无梦安眠, 三左会使睡眠没有终点, 它很甜, 因此最好混在蛋糕、 派或者蜜酒里。 给你, 你可以闻到那甜味。 流浪儿让他嗅了嗅, 再派他爬上梯子找一只红玻璃瓶。 这种毒药比较猛烈, 嗅不到也尝不出, 更容易隐藏。 人们叫它利死之类, 它能溶于酒中或者水中, 扰乱肠胃, 像肠疾一样, 致人死亡。 你闻一下, 艾利亚嗅了嗅, 什么味道也没有。 流浪儿将利死之类放到一边, 打开一只矮胖的石头罐子。 这种药膏里添加了石溪的血, 涂在煮熟的肉类上很香, 吃了以后却癫狂暴躁, 人寿都是这样。 被石溪毒感染的老鼠, 甚至会去咬狮子。 艾利亚咬紧了嘴唇。 它对狗有效吗? 对暖穴动物都有效。 流浪儿扇了它一巴掌。 它一只手捂住脸颊, 吃惊更甚于疼痛。 你干嘛? 思考时会咬紧嘴唇的 是史塔克家族的艾利亚。 你是史塔克家族的艾利亚吗? 我是无名之辈。 艾利亚生气了。 你是谁? 它没指望流浪儿回答, 对方却开了口。 我出生时是一个古老家族的唯一子嗣。 贵族谱系的继承人。 流浪儿回答, 母亲在我很小的时候就死了, 我对她没有记忆。 我六岁那年父亲再婚, 继母对我很好, 直到她生下了自己的女儿。 从那以后, 她的愿望就是让我死, 好让她自己的亲生骨肉继承财产。 她本该寻求千面之神的帮助, 却又无法承受神所要求的牺牲。 因此她设法给我下毒, 把我变成了现在你看到的这个样子。 然而我没有死。 当红手之愿的医师把她干的事情告诉我父亲之后, 父亲来到这里, 将所有的家产连同我一起奉献。 千面之神听取了她的祈祷。 我被带到神庙侍奉, 而父亲的妻子接受了恩赐。 埃里亚谨慎地打量着流浪儿。 这是真的吗? 里面有真话。 也有谎言。 有一件事不是事实, 还有一件有所夸大。 流浪儿在讲自己的故事的时候, 埃里亚一直观察着她的脸, 但是对方没有透露任何信息。 千面之神拿走了你父亲三分之二的财产, 并非全部。 就是这样, 这是我夸大的部分。 埃里亚咧嘴一笑, 但当她意识到自己在笑的时候, 便连忙收起了表情。 控制你的脸。 她告诉自己, 笑容应该是仆人, 当你召唤的时候才会出现。 那么哪一部分是谎言呢? 没有, 我撒谎说自己在撒谎。 是吗? 还是你现在也在撒谎呢? 流浪儿不回答, 慈祥的人微笑着走进屋子。 你回到我们这儿来了。 月亮黑了。 是的, 跟离开我们时相比, 你多了解到了哪三件事呢? 我多了解到了三十件事。 埃里亚差点说出口, 小纳巴的三根手指无法弯曲, 他想当讲手。 了解这件事有好处, 有别的吗? 他回想一天的经历。 昆斯和艾拉克发生争斗后, 离开了戏子船, 但我认为他们会回来。 你是认为还是知道? 只是认为。 他不得不承认, 尽管他很肯定, 戏子跟其他人一样要吃饭, 而昆斯和艾拉克的水平还不够, 去蓝灯笼。 就是这样。 慈祥的人说, 第三件事呢? 这次他没有犹豫。 戴利恩死了, 就是那位睡在快乐码头的黑衣歌手, 他果真是守夜人的逃兵, 他们割了他的喉咙, 把他推进了水渠, 还拿走了他的靴子。 好靴子。 好靴子很难找, 就是这样。 猫儿试图让自己的脸保持平静。 我在想, 谁会干这件事呢? 是塔克家族的埃利亚。 他注视着慈祥的人的眼睛, 注视着慈祥的人的嘴巴, 注视着慈祥的人的下巴上的肌肉。 哦, 那个女孩啊, 我还以为她早就离开布拉弗斯了呢。 哦, 你是谁啊? 无名之辈, 你撒谎。 慈祥的人转向流浪儿。 我嗓子很干, 请帮我拿一杯红酒, 再给我们的朋友埃利亚拿一杯热牛奶, 她回来了让我们很意外。 埃利亚穿行于城中的时候, 一直在行思。 假如她告诉慈祥的人, 呆利亚的事, 慈祥的人会怎么说? 或许慈祥的人会生她的气, 或许慈祥的人会赞许她, 给予歌手千面之神的恩赐。 这次对话在她的头脑里演练了数十遍, 好像戏子拍戏一样, 但她从没有想到会喝上热牛奶。 牛奶来了以后, 埃利亚将她喝了下去, 那牛奶有一点点烧焦了, 回味苦涩。 现在去睡吧, 孩子啊。 慈祥的人说, 明天你必须侍奉。 淡婉, 埃利亚又做梦了, 但跟其他的梦不同, 这个梦里没有狼群, 她独自军寻, 在房顶上跳跃, 在运河边安静地行走, 追逐迷雾中的阴影。 第二天早晨醒来时, 她瞎了。 月桂丰号 是一艘来自盛夏群岛高树镇的天鹅船。 那里的人们肤色漆黑, 女人生性风流, 甚至神奇也很怪异。 他们位于日光灼人的多恩南海, 没有修士带领大家念道词, 因此这项任务 落到了山姆威尔塔利身上。 下午十分闷热, 一丝风也没有, 但山姆还是穿上了黑衣。 她是个好人。 她开口说话了, 坏一出口就知道错了。 不, 她是个伟人, 她是学成的学士, 年轻时戴上锦链, 立下了誓言, 后来又加入守夜人军团, 并一如既往, 克敬职守。 她的名字, 起自于英年早逝的英雄骑士。 然而, 尽管她活过长久岁月, 其一生同样伟大, 她的锐智, 高尚与仁慈, 无人可及。 于绝境长城效力期间, 她辅佐过十余任总司令, 自始至终给予忠诚的谏言。 她也为国王们提供谏言, 而且本身有机会成为国王。 可当人们将王冠献给她的时候, 她却把王冠让给了弟弟。 试问, 有多少人能做到这一点? 山姆感觉到泪水夺旷而出, 她知道自己撑不下去了。 她是真龙血脉, 但她的火焰已经熏灭了。 她是伊蒙坦克利安, 她的守望致死放休, 于死结束。 她的守望致死放休, 于死结束。 吉里一边跟着山姆轻声, 的念诵, 一边摇晃着怀抱中的婴儿。 寇加莫先是用威斯特罗通用语, 然后又用盛夏群岛语 为她父亲、虫 以及聚集的船员们 说了一遍。 山姆垂下脑袋放声哭泣, 悲哀的整个身子都在颤抖。 吉里站到她身旁, 让她靠在自己肩上, 吉里的眼中也有泪水。 空气潮湿温暖, 出奇的平静, 月桂封号飘浮在远离陆地的深蓝色海洋上。 黑衣山姆说得好, 虫说, 现在让我们为她的生命干杯。 她用盛夏群岛语说了句什么, 一桶堆有香料的狼木酒 便被推到后甲板上打开。 当班的船员们各个喝下一杯, 以资纪念盲眼老龙。 船员们认识她的时间虽然很短, 但盛夏群岛人敬重长者, 并有为亡人举行圣典的习俗。 山姆没有喝过狼木酒, 这种酒味道奇特, 容易上头, 入口虽甜, 但有一股强烈的鱼味烧灼着舌头。 她累, 累极了, 每块肌肉都在疼, 甚至有些自以为没有长肉的地方也疼。 她膝盖僵硬, 双手覆满了心磨出来的水泡, 旧水泡破裂之处则沾着黏黏的皮, 然而狼木酒和悲哀似乎占据了她的整个心理。 把师傅带到旧镇, 博士们也许能救她。 她告诉基里, 他们在月桂封号高高的前楼上喝着狼木酒。 学成的医师是七大王国里最好的。 我一度以为, 嗯, 我希望, 在布拉佛斯, 一蒙似乎有希望复原。 虫关于龙的谈话, 几乎让老人恢复了常态。 那晚老人吃光了山姆为他置办的食物。 没人想到会是个女孩。 他说, 语言说的是王子, 不是公主。 我以为是雷家。 他出生的那天, 烟雾从烈火熊熊的盛夏厅中生起, 而盐来自为死者流下的眼泪。 他小时候也跟我一样如此相信, 后来却认为自己的儿子才应了预言, 因为他确信在他种下一梗的当晚, 一颗彗星出现在军林上空。 哦, 那便是所谓的星辰气血。 我们全是傻瓜。 自以为是的傻瓜。 错误恰恰出在对预言的解释上。 我们忘了巴斯的提醒, 龙没有固定的性别, 飞雄飞瓷不断变换, 像火焰一样的摇摆不定。 语言的局限误导了我们一千年。 丹尼利斯才是真正诞生于烟与炎之地, 而他的龙正证明了他的身份。 丹丹谈到丹尼利斯, 老人便精神抖擞, 我必须去他那儿, 必须。 哦, 我要是再年轻十岁就好了。 老人如此坚决, 甚至靠自己的双腿走上了月桂封号上的踏板。 行程由山姆安排, 虫从水中救了山姆一命, 但羽毛披风也因此而毁了。 山姆便将自己的剑连同剑鞘一起赔给了这位身材魁梧的大夫, 他们只剩下了从黑城堡地窖里带出来的书。 山姆闷闷不乐地将他们交了出去, 重问有什么问题? 山姆说, 这些本来是要给学成的。 大夫将这番话翻译过去之后, 船长大笑起来。 库呼鲁墨说, 灰衣人最终会得到这些书。 虫告诉他, 只不过得从库呼鲁墨那儿买。 对于没有的书记, 学士们愿意付上好的银币, 甚至是红红黄黄的金子。 船长还想要一蒙的锦链, 但山姆拒绝了。 他解释说, 交出锦链是学士最大的耻辱。 虫重复了三遍, 可呼鲁墨才接受了。 等到交易完成, 山姆只剩下了鞋子、 黑袍和内衣, 外加穷恩雪诺在先民拳风找到的破号角。 我别无选择。 山姆告诉自己, 我们不能留在布拉佛斯, 而除了偷窃与乞讨之外, 也没有其他的方法支付旅费。 再说, 即使再花三倍的价钱, 只要能让一蒙学士安全抵达旧镇, 他也心甘情愿。 然而难行途中风雨贫荣, 每场风暴都是对老人身心的催赠。 在潘托斯, 他要山姆带他上甲板, 并描绘城市的景象, 但那是他最后一次离开船长的床。 那之后不久, 他又开始神志不清。 等月桂封号绕过汽血塔, 进入泰洛西港, 伊蒙已不再说要找船去东方, 反而又提起了救阵, 和学成的博士们。 你必须转告他们, 善姆。 他说, 转告博士们, 一定要让他们明白, 跟我同时代跟我同时代的人已经死了五十年了, 其他的人不认识我。 我的心在旧阵一定会被当成老糊涂的胡言乱语。 我无法说服他们, 可你能告诉他们山姆, 告诉他们长城的景况, 告诉他们尸鬼和走动的白鬼, 满盐的寒气。 我会的山姆承诺, 我会支持你的观点, 师父, 让我们一起来, 我们俩一起。 不, 老人说, 你一定得去告诉他们, 欲言, 我弟弟的梦。 梅里桑这夫人读错了征兆。 史丹尼斯。 史丹尼斯确实有一点龙王血统, 这没错。 他的兄弟们也都有。 雷拉, 一个的小女儿, 他们的龙血来自于他。 雷拉是他们的祖母, 小时候爱叫我学士伯伯。 我记得这些, 因此存着希望, 也许只是我的主观愿望。 我们想要相信一件事, 便会自欺欺人, 尤其是梅里桑着, 他大错特错。 那把剑不对, 他应该知道, 有光无热空洞的魔力。 那把剑不对, 虚假的光明, 会把我们带向更深沉的黑暗。 杉姆, 丹尼里斯是我们的希望, 去学成告诉他们, 让他们弄明白, 必须派个学士去找丹尼里斯, 辅佐他, 教导他, 保护他, 这么多年来, 我逗留在人世间, 等待观察。 可, 当黎明到来时, 我却已经太老了, 我快死了, 善母。 老人直言承认, 眼泪从他那白色的盲眼中涌了出来。 对于像我这样衰老的人来说, 死亡应该没什么可怕的。 可我怕? 这是不是很傻呀? 既然我一直处于黑暗之中, 怎么还会怕黑呢? 然而我忍不住去想, 等最后一丝温暖, 离开躯体。 接下来会怎样呢? 如修士们所说, 在天父的黄金宫殿里欢宴吗? 我会不会再见到一个, 发现呆冷依然健康快乐。 听妹妹们为自己的孩子唱歌, 或者马王们说的对, 我会骑着烈焰熊熊的火马, 永远在夜空中奔驰, 还是我必须回到这悲伤的城市。 谁说得准呢? 有谁越过了死亡之墙, 目睹真相? 只有那些诗鬼, 而我们知道他们是什么样。 我们知道。 山姆无言以对, 只能尽力给老人一点点安慰。 后来吉里也进来给老人唱了首歌, 那是他跟卡斯特别的妻子学的, 内容完全不知所云, 但歌曲使老人微笑, 也助他入睡。 那是老人最后的清醒时日, 再往后, 老人蜷缩在船长舱室中一堆毛皮底下, 昏睡时远远多过醒着的时候。 他会在睡梦中喃喃自语, 醒来后呼唤山姆, 坚持要托付他一些事。 但等山姆赶到, 他已忘了要说什么, 即使记得也都语无伦次。 他提到了梦境, 却没有说是谁的梦, 还提到点不然的玻璃蜡烛和无法孵化的蛋。 他说, 斯芬克斯即是谜题, 并非出谜题者, 天知道那是什么意思。 他要山姆念八死修士写的一本书, 此人的著作, 在受神祝福的贝勒王统治期间, 惨遭焚毁。 有一回老人哭着醒了过来, 龙有三个头。 他哭哭着, 但我年迈体弱, 无法成为其中之一。 我应该跟他在一起, 为他指引方向, 可我的身体啊, 实在难以胜任。 岳桂封号穿行于十阶列岛期间, 伊蒙学士有一半时间记不得山姆的名字, 有时他把山姆当成某个已故的兄弟。 他太虚弱了, 受不了长途旅行。 山姆在前楼上告诉基里, 一边继续喝着拉姆酒。 穷恩应该预见到这一点, 伊蒙已经一百零二岁了, 绝不该把他送到海上来。 倘若留在黑城堡, 他也许可以再活十年。 也许他会烧死老人的, 那个红袍女。 即使与长城相隔万里, 观山阻断, 基里也不愿意说出 梅里桑主夫人的名字。 他要用国王之血 去祭奠她的火焰。 瓦尔知道, 雪诺大人也清楚, 所以才要我带走达娜的婴儿, 留下自己的代替。 在船上, 伊蒙学士长眠不醒, 但假如留下, 就会被那女人活活焚烧。 可她还是会被焚烧。 山姆可怜兮兮地想, 只不过这回得由我来干。 坦格里安家族 总是将死者交付给火焰, 但库呼噜墨 不许在月桂封号上 举行火葬, 因此一蒙的尸体 被塞入了一桶 黑杜兰姆酒里保存, 直至船抵达旧阵。 她临死前一晚, 问我可不可以让她抱抱孩子。 吉里继续说, 我怕她抱不住, 但我错了。 她摇晃孩子, 弄歌给孩子听。 丹娜的儿子抬起手来 摸她的脸, 拉她的嘴唇, 我以为会弄疼她, 结果那只是 让老人笑了出来。 她抚摸着山姆的手, 我们可以给小家伙 起名为学士, 假如你同意的话, 当然等她长大, 不是现在。 学士不是个名字, 你可以叫她一蒙。 吉里考虑了一下。 丹娜, 在战场将她生下, 四周是刀剑交击。 她应该叫这个名字, 沙场之子一蒙, 或者钢铁之歌一蒙。 我父亲大人, 我父亲大人也会喜欢这个名字, 战士的名字。 这男孩是曼斯雷德之子, 也可以算作卡斯特之孙, 他绝不会像山姆那么懦弱。 好吧, 就这么办。 等她长到两岁。 吉里说, 在这之前不行。 那孩子在哪儿啊? 山姆这才想起来, 笼罩在郎姆酒和悲伤之中, 她过了这么久才意识到, 吉里没有带着婴儿。 寇家在看护她, 我托她带一会儿孩子。 哦! 寇家墨是船长的女儿, 比山姆还高, 鲜瘦如一只长矛, 皮肤漆黑光滑, 仿佛磨亮了的黑玉。 她是船上红箭手们的手里, 手中一张双弧金心木工, 拉开之后, 可以射四百马远。 在石杰烈岛遭遇海盗攻击的时候, 寇家射杀了十来个人, 而山姆的箭全部落入了水中。 除了自己的弓, 寇家最喜欢抱着丹娜的儿子, 在膝头一颠一颠, 并用剩下群岛语给她唱歌。 实际上, 野人王子成了所有女性船员的宠儿。 吉利似乎很放心地将那孩子托付给他们, 而她从来没有信任过男人。 寇家真好心, 山姆说, 一开始我很怕她。 吉利说, 她那么黑, 牙齿又大又白, 我还以为她是兽人或者妖怪, 但她不是, 她很善良, 我喜欢她。 我知道你喜欢她。 吉利大半辈子里认识的唯一的男人, 是凶残的卡斯特。 除此之外, 她的世界中全是女人。 男人让她害怕, 而女人不会。 山姆意识到了这一点, 她能理解。 从前在角龄, 她也更乐于跟女孩子作伴。 妹妹们对她很友善, 尽管其他女孩有时会嘲笑她, 但恶言笑语, 比起城堡中男孩子们对她的殴打来, 无疑要好得多。 即使现在, 在月桂封号上, 山姆跟寇家墨相处, 也比跟寇家墨的父亲相处来得自在。 当然, 这有可能是因为寇家墨会讲通用语, 而她的父亲不会。 我也喜欢你, 山姆。 吉利轻声说, 我还喜欢这酒, 它就像火。 嗯, 对, 山姆心想, 这是为龙准备的酒。 杯子空了, 山姆走到酒桶边, 把杯子注满。 太阳滴滴地挂在西方, 膨胀至平时的三倍那么大, 微红的光线为吉利的脸镀上了一层红韵。 他们为寇家墨干杯, 为丹娜的儿子干杯, 又为吉利那个留在长城的孩子干杯。 后来没了理由, 只能再为坦克利安家族的阴蒙干了两杯。 愿天父公正地审判他。 山姆边说边吸鼻子。 喝完胃一蒙学士干的这两杯, 太阳已经几乎落了下去, 西方地平线上只剩下了一条细细的红线在泛着微光, 犹如天边的鞭子。 吉利说酒使得船旋转起来, 因此山姆扶着他走下阶梯, 走向船手的女性餐室。 船舱门口挂着一盏灯, 山姆走进去的时候一头撞在了上面, 哦哦哦哦哦。 他叫了起来,吉利说,疼不疼,让我看看。 他凑了过来,吻山姆的嘴。 山姆发现自己在回应吉利的亲吻。 我历过事,他心想,但吉利的手在拽他的黑衣,在解他的裤带。 他勉强将嘴撤开,趁片刻的空隙说,呃,不,但吉利说,要。 然后又用自己的嘴堵住了山姆的嘴。 月桂封号在周围旋转,他尝到了吉利舌尖上拉姆酒的滋味。 接下来,他已经在抚摸机里那赤裸的乳房。 我历过事,詹姆再次想了起来,但一只乳头已经伸进了唇尖。 他瞬息着粉红坚挺的乳头,奶水溢满了嘴巴,混杂的拉姆酒如此的香甜美妙。 我跟戴利恩有什么区别呀? 山姆心想,但那感觉实在太好了,他无法停止。 突然间,他的奈化儿伸了出来,从裤子里向上挺着,仿佛一根肥肥的粉红桅,他挺立在那儿,看上去傻乎乎的。 山姆差点笑了出来,但吉利将他推到自己的铺尾上,裙子撩至大腿,轻声乌咽着,趴到了山姆身上。 我是你的妻子了,吉利一边滴雨,一边在山姆身上起起落落。 山姆呻吟着,他心想,不,不,你不可以做我的妻子,我立过势,我立过势。 是,但说出口的只有一个字,药。 后来,吉利双臂环抱着山姆入睡,脸搁在山姆的胸口上。 山姆也想睡,但他更因为郎姆酒,母奶和吉利而陶醉。 他知道自己应该潜回男性仓房中,自己的吊床上,但吉利全在他身边,那美妙的感觉令他动弹不得。 其他的人也进来了,有男有女。 山姆听着他们接吻,欢笑,做爱。 这是圣下群岛人悼念死者的方式,他们以生命来回应死亡。 这句格言很久以前,山姆在那里读到过。 他不知吉利是否知道,不知今天的事是否是寇家墨受益吉利的。 山姆呼吸着吉利的发香,凝视着头顶那晃来晃去的灯。 吉利是老玉,也无法指引我走出这困境吧,最好是悄悄溜出去跳海。 假如淹死了,就无人追究我,打破了誓言,干下羞耻的事了。 吉利也可以找个好男人,而不是又肥又胖的胆小鬼。 第二天早晨,他在男性仓房里自己的吊床上醒了过来。 虫大声地吆喝着,起疯了。 起疯了! 大副不停地喊叫着。 快醒醒,起来干活,黑衣山姆,起疯了! 虫,此语欠缺,以音量来弥补。 山姆一咕噜从床上爬起来,但立刻就后悔了。 他头疼欲裂,手掌上的一个水泡在夜里挤破了,他感觉想吐。 然而虫不管这些,山姆只能挣扎着再次穿上黑衣。 他在吊床底下的地板上找到了那些衣服。 衣服湿乎乎地揉成了一团,他袖了袖,看看有多臭。 他闻到了咸色的海水和浇油,潮湿发霉的帆布,水果,鱼和黑杜朗姆酒,奇特的香料,以及一锅木材的味道。 再加上自己浓烈的汗味。 吉利的味道也在上面,他头发清爽的气息,还有他香甜的奶水,这让山姆很乐于穿上这黑衣。 不过,他极其渴望有双干燥暖和的袜子,他的脚趾头已经长没了。 一箱子书,远不够支付四个人从布拉佛斯到旧镇的旅资,然而月桂封号上人手短缺,因此库库鲁莫同意带上他们,只要一路干活。 山姆抗议说, 一蒙学士太虚弱,婴儿下不了地,机里又惧怕大海。 虫哈哈大笑。 黑衣山姆又肥又胖,黑衣山姆顶四个人的活。 老实说,山姆笨手笨脚,他怀疑自己能否做好一个人的工作,但他的确尽了力。 他擦洗甲板,用石头将其打磨平整。 他拖拽毛链,盘绕绳绳索,捕杀老鼠。 他缝补帆布,用鼓鼓冒泡的热胶油修理船体漏洞。 他还帮厨子踢鱼骨,切水果。 吉里经常来帮他,吉里操作绳锯比山姆强,但看到空旷辽阔的水面,有时还是会闭上眼睛。 吉里,山姆心想,我该拿吉里怎么办呢? 那是漫长而闷热的一天,头疼,没有尽头。 山姆让自己沉浸在绳索,帆布,以及重交付的其他任务中。 视线尽量不移到乘放一蒙学士尸体的朗姆酒桶上,也不移到吉里身上。 干过昨晚那件事,此时此刻他无法面对野人女孩。 吉里走上甲板,他就走下去。 吉里走到前面,他就去传尾。 吉里对他微笑,他便扭过头。 感觉糟糕透顶。 我早该趁吉里熟睡的时候跳海,他心想。 我一直是个胆小鬼,但从没当过被试者。 假如一蒙学士没死,山姆可以向他请教。 假如崇恩雪诺在船上,甚至是派普和葛兰,他都可以去找他们,但现在只有虫。 虫听不懂我的话,即使他能理解,也只会怂恿我再去干他。 干是虫学会的第一个通用语词汇,他最喜欢这个词。 幸运的是,月桂封号够大,要是在黑鸟号上,他几乎躲不开吉里。 这种来自盛夏群岛的巨船在七大王国被称为天鹅船,因为它们有着翻腾的白帆,船首相有多为鸟类。 而且它们大则大义,却能以独特的优雅姿态破浪而行。 若得净风支持,月桂封号比任何华奖船都跑得快。 不过要是没有风,他就无能为力了。 他为一个胆小鬼提供了许多藏身之处。 山姆当值快结束的时候,终于被逮住了。 他正在爬下一条楼梯,虫揪住了他的领子。 黑衣山姆,跟虫来! 虫拽着山姆,穿过甲板,把山姆扔到寇家墨的脚下。 遥远的北方,有条若隐若现的地平线,寇家指着那里。 那便是多恩! 沙漠,岩石和蝎子的国度,数百里格之内无法停靠。 假如你愿意,可以游过去,然后步行前往旧镇。 你需要穿越大沙漠,爬上高山,流过湍流河。 不然的话,你去找机理。 你们不明白,昨晚我们向死者致敬,向缔造你们的天上诸神致敬。 虫也做了同样的事。 我怀着孩子,否则就会跟他在一起。 你们维斯托洛人以爱为耻,爱没什么可羞耻的。 假如你们的修士这么宣传,只能证明你们的七神是魔鬼。 上下群岛人通情达理。 我们的神赐予我们大腿,好让我们奔跑。 赐予我们鼻子,好让我们闻气味。 赐予我们双手,好让我们触摸感觉。 要怎样疯狂残酷的人,才会给予一个人眼睛, 却告诉他必须永远闭着,绝不去看世上一切美好事物呢。 除非他是怪物,来自黑暗的魔鬼。 寇家将手放在山姆的两腿之间。 诸神赐予你这个东西是有原因的,是为了…… 你们威斯托洛话叫什么来着? 干! 虫热心的提示。 对了,干! 为了愉悦,为了生小孩。 这其中,没有羞耻。 嗯,不,不,不。 山姆退着,离开他。 我,我,我历过世,不娶妻,不生子。 我历过世。 他知道你的誓言。 然而从某些方面来讲,他还是个孩子。 但他不瞎,他知道你为什么会穿上黑衣,为什么要去救阵。 他知道无法留住你。 他只需要你陪他一小会儿,仅此而已。 他失去了父亲和丈夫,失去了母亲与姐妹,失去了自己的家,失去了整个世界。 只剩下了你和那个婴儿,你要么去找他,要么从这游过去。 山姆绝望地看着远处朦胧的海岸线,他知道自己绝不可能游那么远。 于是,他去找吉利。 我们做过的事,假如我能娶妻,我宁愿要你,也绝不要任何公主或者贵族少女。 但我不能,我是一只乌鸦,我立过世。 吉利,我跟随穷恩进入树林,在新树跟前立下过誓言。 吉利,那些树,那些树注视着我们,吉利一边滴雨一边逝去脸上的泪水。 在森林里,他们无所不知,但这里没有树,只有水呀,山姆,只有水。 天色,漆冷,阴暗,一上午都在下雨。 到了下午,雨虽然停了,却还是乌云密布,见不到太阳。 连小王后也坠坠不安,她没有按照惯例,带着身边的那群小鸡,卫兵和仰慕者们出去骑马, 而是整天窝在处女居内,听蓝诗人演唱。 色系的心情也不愉快,黄昏时分才大为改观。 当灰色的天空凝聚为漆黑的时候,甜美色系号随晚巢入港, 阿伦恩围水求见,太后立刻召见。 看到围水迈出的大步子,太后知道一定会有好消息。 陛下!围水露出宽阔的笑容。 龙石岛,是您的了,干得漂亮。 色系握住她的手,吻了她的双颊。 拓曼陛下一定会很高兴,我们也可以就此释放雷德文大人的舰队, 好把铁民驱赶出盾牌猎岛。 河湾地方面,一只乌鸦带来的消息比另一只乌鸦带来的更糟糕。 铁民似乎并不满足于新晋攻占的石头。 他们集结军队直缩曼德河,还袭击清亭岛及其周围的小岛。 雷德文的临海只留下了十几条战船。 至今,那些船要么被夺走了,要么被击沉了。 那个自称鸦眼幽轮的疯子,甚至派长船进入低语湾,威胁救阵。 田美瑟西号起航的时候,雷德文大人正储存物资,准备回尸。 维水大人报告,不难设想,眼下他的主力舰队已经出海了, 助他们一路顺风,天气也比今天更好。 太后把维水带到窗边座椅,两人并肩坐了下来。 咱们的罗拉斯爵士对这场胜利,可曾做出了什么贡献吗? 维水的笑容消失了。 不少人忠心地钦佩他,陛下。 不少人? 泽西探寻地望着维水。 你怎么看呢? 我没有见过比他更勇敢的骑士。 维水说。 然而他把一场不流血的胜利变成了屠杀。 一千人死亡或者重伤,大部分是我们的人。 陛下,这不仅包括普通士兵,还有许多的骑士和年轻的领主,那些最优秀和最勇敢的人。 罗拉斯爵士本人呢? 他是第一千零一个。 战斗结束后,大家把他抬进城内,伤势非常严重。 由于失血过多,学士们都不敢为他吸血疗伤。 哦,这个真令人伤感。 托曼一定会痛心疾首的,他十分仰慕咱们英勇的百花骑士。 还有老百姓,他的海军上将说,如果罗拉斯死去了,全国上下的少女将泪流成河,一点没错。 罗拉斯爵士出海的那一天,三千平民挤到烂尼门观看,其中四分之三是女人。 太后心里十分的轻蔑,她好想大声尖叫,痛骂这帮绵羊,告诉他们,罗拉斯能给的只有微笑与鲜花。 然而她不能这么做,她反而宣布罗拉斯爵士是七大王国最勇敢的骑士,并微笑着目睹托曼,赐给对方宝石佩剑。 国王还顺势拥抱了她。 这不在瑟西的计划之内,但现在已经无关紧要了,反正太后表现得慷慨大方,而百花骑士已几乎一命呜呼了。 告诉我详情,瑟西命令着,巨细无疑,从头到尾慢慢地讲。 等微水说完,房间里已经变得很黑暗了,太后点起了几只蜡烛,并命令多克莎去厨房拿来面包、奶酪和一点山葵调味的煮牛肉。 用餐时,她让微水把故事又说了一遍,好把细节铭记在心,反复回味。 哦,不管怎么说,我可不忍心让别人把这噩耗带给亲爱的Margaret。 瑟西说,我亲自来,陛下太好心了。 瑟西笑着说,一脸的坏笑。 太后心想,凑近了观看,瑟西实在没有一点雷家王子的影子。 不错,他们头发类似。 然而如果传说属实,丽丝城里半数的妓女不也一样吗? 雷家是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 眼前这位不过是会耍小聪明的孩子罢了。 好在,他还有利用价值。 Margaret正在处女居内, 戳引葡萄梅酒,和三位堂姐妹一起玩从瓦兰提斯进口的新游戏。 天色虽然晚了,守卫们还是当即放瑟西进入。 陛下,太后说,我想最好由我亲自来向你通报。 阿雷恩围水从龙石岛回来了, 她告诉我,你哥哥成了英雄。 我知道。 Margaret淡淡地说着,语气中不带惊讶。 他为什么要惊讶呢? 从罗拉斯恳求统帅大军的那天晚上开始, 他就知道会是这样一个结局。 然而当瑟西把故事和盘拖出的时候, 小王后的双甲上还是闪烁起晶莹的泪珠。 雷德文已经命令矿工, 在城堡底下挖掘隧道。 但百花骑士先进展太慢, 毫无疑问, 他极为关切盾牌猎岛上的子民, 渴望把他们从水深火热中拯救出来。 据维水大人说, 接管指挥拳不到半天, 当史丹尼斯的代理城主拒绝了一对一决斗的提议后, 你哥哥便发动了总攻。 攻城锤撞破城门, 罗拉斯当先杀入, 他骑马冲入巨龙口中, 一身白衣白甲, 流星锤左右挥舞, 大家都说他永不可挡。 梅格提里尔已经哭出声来。 他怎么死的? 他问。 谁杀了他? 没人杀得了他。 色西说, 罗拉斯爵士中了冷箭, 一箭射中了大腿, 一箭射穿了肩膀, 但他坚持奋战, 浴血搏斗。 哦, 后来他又被钉头锤打碎了几根肋骨, 再后来, 哦, 不, 不, 最可怕的部分还是别说的好, 告诉我。 麦格说, 这是命令, 命令。 色西顿了一顿, 玄机决定不要破坏当前的气氛。 外城陷落之后, 敌军顿入内城, 罗拉斯穷追不舍, 他被废油, 当头淋下。 亚兰小姐的脸色惨白犹如粉笔, 他从屋子里逃了出去。 维水大人亲口保证, 学士们做了一切能做的治疗, 但你哥哥的烧伤实在太严重了。 色西直起麦格里的手, 以示安慰, 他拯救了王国。 色西亲吻着小王后的脸颊, 尝到了泪水的咸味。 詹姆会把他的英雄世纪尽数收录于百点之中, 歌手们会将他的名秽传唱千年。 麦格里挣脱了色西的拥抱, 用力之猛几乎让色西摔倒。 他没死? 不, 不过学士们说, 没死, 我只想分担你的, 我知道你想干什么, 出去! 线下你总算明白, 小桥去世的那天晚上, 我是什么性情了吧? 太后鞠躯了一躬, 穿上贵妇人的盔甲。 哦, 亲爱的女儿, 我真为你感到遗憾, 我走了, 请不要太过悲伤。 淡晚, 麦格里挣脱夫人没来陪起, 色西发现自己无法入睡, 要是泰温大人尚在人世, 一定会称赞我才是他真正的继承人, 看颜诚的传人。 色西一边想, 一边听着Charlesine Swift在枕头对面轻声打鼾, 麦格里很快就要留下他当初为乔弗里所留的伤心泪了。 梅斯提里尔也会悲痛欲绝, 然而太后没有给他丝毫兴师问罪的理由。 再怎么说, 他不正是把自己的荣誉托付给了罗拉斯吗? 半个宫廷的人都看见百花骑士 跪在他面前, 言辞真挚地恳求, 披挂上阵。 他死后, 我会为他树立雕像, 再给他一场君临城从未见过的华丽葬礼。 百姓会喜欢, 托买也会, 可怜的梅斯甚至会因之而感激我。 至于梅斯那可恶的母亲, 助神开眼, 但愿这消息杀了他。 第二天, 日出, 是瑟西多年来未曾目睹的美景, 梅维斯夫人也出现了, 她声称自己昨天晚上一直在安慰Magre那帮人, 与他们一起饮酒, 哭泣, 谈论罗拉斯。 Magre仍然认为哥哥没死。 太后一边听Magre夫人报告, 一边为上朝换装。 她打算拍自己的学士前去照料, 她的堂姐妹们则不停地祈祷圣母慈悲, 我也会嫁入祈祷, 明天和我一起去背了大圣堂吧, 我们要为英勇的百花骑士点起一百根蜡烛。 她转向侍女, 多卡上, 把王冠拿来, 对新的那一顶, 这一顶比原先的轻, 然而淡白色金箍上嵌有祖母绿, 稍微扭扭头, 便闪闪发光。 今天有四个人带来侏儒的消息, 乔斯林将囚件的奥斯蒙爵士带了进来。 四个? 太后感到一阵幸福的惊讶。 近来, 至红宝金箍的各色人等越来越多, 个个声称有提量的线索, 然而一天来四个, 还是破天荒头一遭。 是的, 奥斯蒙说, 其中一个带来了人头, 那我先见他, 把他带进书房。 这次不会再错了吧, 等了这么久, 我也应该报仇血恨, 让小乔安息了。 修士们说, 七乃是神圣的数字, 如果真是这样, 那这第七颗人头, 当能碎了瑟西的心愿。 来人是泰洛西人, 生得矮小粗胖, 谄媚的笑容, 让瑟西不由地想起了Wallis。 此人分叉的胡须染成了绿粉两色, 瑟西厌恶他的外表, 但如果他箱子里装的真是提量的人头, 这些便不算什么了。 那箱子由雪松木所制, 以象牙雕出藤蔓与鲜花的图案, 用白金箱边并做了搭扣, 名贵至极, 但是太后只关心里面的内容, 至少这箱子够大, 提量人小畸形, 脑袋大的不成比例。 陛下! 泰洛西人深深地鞠躬, 低沉地说, 您就跟传说中一样的美丽, 即使在狭海对岸, 您的绝世风采仍被人们传颂赞扬。 我们也为您的不幸而悲伤, 他该如何地折磨着您温柔的心呢? 是啊, 没有人可以把您勇敢的儿子还给您, 但我希望自己至少能够减轻您的痛苦。 他把手放在了雪松木箱子上, 我给您带来了正义, 我带来了您的兄弟的手机。 泰洛西人是用古老的瓦雷利亚词语说出兄弟这个词的, 这个词语令瑟西不仅含毛之术, 却也给了他无穷的袭击。 不, 小恶魔不是我的兄弟, 以前不是, 现在更不是。 泰洛西大声地宣布, 我也不愿说出他的名字, 那个名字曾经属于伟人, 但是他玷污了这个名字。 而在泰洛西, 我们称他为血手, 因为他双手染满了鲜血, 国王的血, 父亲的血, 有人说他还杀了母亲, 用尖利的爪子撕开了子宫, 降胜于世。 胡说? 瑟西心想, 哦, 大概是吧。 他应道, 如果小恶魔的人头真在箱子里面, 我将当场赐封你为伯爵, 并赏于城堡和土地。 头衔不过是廉价品, 而河间地多的是废弃的堡垒, 他们荒凉地矗立在焚毁的村落 与野草漫生的田野之中。 朝廷还在等着我开会, 你赶紧把箱子打开。 泰洛西人用浮华夸张的姿势掀开箱子, 微笑着退离两步。 箱子里面, 淡蓝色天鹅绒布上, 一颗猪如的头, 瞪着瑟西。 瑟西瞧了很长时间。 这不是我弟弟, 他嘴里尝到了苦味, 我抱着这么大的希望, 尤其是在洛拉斯的事件之后, 我还以为诸神。 这个人两只眼睛都是棕色的, 而提利昂的眼睛, 一只黑, 一只绿。 眼睛? 眼睛? 陛下很不幸, 您弟弟的眼睛已经腐烂了, 我用玻璃来代替, 然而颜色不巧弄错了, 请您原谅。 这话更让瑟西愤怒了, 他脸上装的是玻璃珠子, 我脸上长得可是雪亮的招子。 我告诉你, 就算龙石岛上的石像鬼雕像, 也比这家伙长得更像小恶魔, 他都秃了顶, 而且年纪有我弟弟的两倍, 还有牙齿上哪儿去了? 这是怎么回事? 泰洛西人在瑟西的怒火面前, 似乎缩小了一圈, 他曾有一副尚好的金牙, 陛下, 可我们很抱歉。 哦, 还没到你说抱歉的时候, 你会后悔的。 哦, 我真想当场掐死他, 叫他挣扎呼吸, 直到面孔变黑, 就像我亲爱的儿子那样。 他几乎叫出口来, 呃, 这, 这是个误, 误会, 诚实的误会, 诸如们长得太像, 呃, 所以, 呃, 对了, 陛下, 您看, 他, 他也没有鼻子, 他, 他当然没鼻子, 因为被你砍掉了, 不, 不是, 太罗西人额头密布的汗珠, 出卖了他, 不是, 一丝满含怨毒的甜蜜, 渗入了色系的语调之中, 至少你还不算太笨, 上一个白痴居然要我相信某位雇佣巫师让诸如的鼻子长了回来, 不过呢, 既然你欠诸如一个鼻子, 那好, 兰尼斯特有债必还, 马林爵士把这骗子扔给科本, 马林特兰爵士抓住太罗西人的胳膊, 将抗议不止的矮子拖了出去, 他们走后, 色系转向奥斯蒙凯特布莱克, 奥斯蒙爵士, 轻掉这颗头, 再带其他三个人来见我, 是, 陛下, 很不幸, 这三位自称小的小恶魔行踪的白痴, 比太罗西人更没有用, 其中一个人说小恶魔藏在旧镇的妓院里, 靠以嘴巴取悦男人为生, 这是副滑稽的途径, 但色系根本不信, 第二个人说诸如在布拉佛斯加入了杂耍艺人的剧团, 第三个人则称提良在河间地某个山头上装神弄鬼, 对他们三个人, 色系都是相同的回答, 如果你能指引我麾下勇敢的骑士们去捉拿到小恶魔, 一定重重有赏, 他承诺, 挺清楚, 得是小恶魔本人, 如果不是他, 哼, 好吧, 我的骑士不会容忍欺骗行径, 也不会容忍白痴的胡言乱语, 如果报告有误, 就割舌头, 此言一出, 三位线人无一例外地都愁愁起来, 纷纷声称自己见到的小恶魔有可能是别的侏儒, 萨西没有想到这世上竟然有这么多的侏儒, 天下, 已经被这些扭曲的小怪物占满了吗? 最后一个线人被带下去之后, 他抱怨着, 他们现在究竟有多少? 反正现在比以前少了, Murice夫人微笑着说, 我能有幸陪陛下上朝吗? 你要是能够忍受朝会的冗长与繁琐的话, 那就来吧, 萨西说, 老婆在大多数事情上都很傻, 但这一桩他是对的, 统治王国, 是多么乏味的工作呀, 看到陛下如此烦恼, 我很难过, 依我之见, 我们不如悠闲一会儿, 让国王之手去听取那些无聊的请愿吧, 咱们可以扮成女仆, 到市场里去玩耍, 听听他们怎么议论龙石岛的陷落, 我知道蓝师人没被小王后聘为幕僚之前, 常常现役的酒馆, 我还知道一个魔术师的地窖, 在那里, 魔术师能把水银变成黄金, 清水化为美酒, 女孩变成男孩, 或许她能为你我二人施下魔咒, 陛下, 您介意做一业的男人吗? 如果能当男人, 我要成为詹姆, 太后心想, 如果能当男人, 我要以自己之名, 而非托曼之名, 君临七大王国, 不介意, 只要你还做女人, 瑟西说, 她心知这是玛瑞维斯夫人想要的回答, 你拿这些色眯眯的东西来引诱我, 真是个小坏蛋, 只不过, 身为摄政王太后, 我怎能把朝政交给那个, 双手颤抖不休的哈瑞斯水夫呢? 玛瑞维斯夫人撅起了嘴巴, 陛下太严肃了, 没错, 瑟西表示同意, 每天结束时, 我都会为此后悔, 他挽起了玛瑞维斯夫人的胳膊, 走吧。 今天, 加勒巴索尔第一个来请愿, 作为流放中的王子, 他身份最高, 只见他穿着色彩明亮的羽毛披风, 外表十分光鲜, 说出口的却是谦卑的恳求, 瑟西等他说完, 平常总是要说的那一套话, 无非是要铁王座资助他军队, 好去夺回家乡红花国岛云云, 随后说, 陛下有自己的战争要打, 加勒巴王子, 目前没有一兵一卒可以抽掉, 等明年吧, 再看看情况。 这是劳巴惯常的回答, 瑟西决定尽快改变, 等到明年, 他将宣布永不远征盛下群岛, 但今天有龙石岛的大戏事, 还是别再影响自己的心情了。 炼金术士工会的哈林大人第二个前来, 他请求若在刚收复的龙石岛上发现龙蛋, 让他手下的火术士来加以孵化, 如果有龙蛋存在, 史丹尼斯早就卖了换钱了, 以支持他的叛乱, 太后斥责着, 他本想大大的贬低着疯狂的想法一番, 但自坦格利安家族最后的巨龙死去以后, 所有试图将龙换回世间的努力, 不仅徒劳, 而且带来了死亡, 灾祸与耻辱。 一群商人要铁王座居中调解他们与布拉佛斯铁金库之间的纠纷, 布拉佛斯人要求立即归还大笔款项, 而且拒绝新一轮贷款。 我们需要自己的银行, 瑟西决定, 蓝与斯港金库就挺好, 或许等托曼的王位巩固之后, 就要着手操办此事。 而目前, 瑟西只好吩咐商人们尽量偿付欠这帮布拉佛斯吸血鬼的款项。 教会代表是瑟西的老朋友雷纳德修士, 六名战士之子护送他穿过城市, 一行七人,神圣而吉祥。 新任总主教或者照岳童所言, 新任大麻雀, 做什么都要合乎七的标准, 连骑士们的剑袋都染成了七色条纹, 此外, 水晶装饰在骑士的常见源头和巨盔顶上, 他们的盾牌更是自征服战争以来就不多见的风筝盾, 上面的徽章几世纪之久未曾亮出, 黑底上闪耀着的七彩宝剑。 课本说, 迄今已经有近百名骑士宣誓加入战士之子, 愿意为之献身, 而且数目每天都还在增长, 天底下的白痴还真多呀。 加入的骑士大多是诸侯的门客或雇佣骑士之流, 但也有少数出自名门望族, 如没有继承权的次子、幼子、地方领主, 或者企图洗刷罪孽的老人, 甚至连兰塞尔也在内。 当课本告诉索西, 他那白痴堂地放弃了刚刚得来的城堡、 领地和老婆, 回到都城加入重生的高尚强大的战士之子时, 索西认为简直是个天大的笑话。 而眼下, 兰塞尔竟堂而皇之地站在眼前这群故作虔诚的白痴当中。 索西厌恶恶它们, 他更厌恶大麻雀, 万恩负义, 无休无止地前来骚扰。 总主教阁下呢? 他批面质问雷纳特, 我要见他本人。 雷纳特修士, 抱歉地说, 总主教阁下派我做他的代表, 他要我向陛下声明, 他受欺神的托付, 必须与邪恶之行做殊死的搏斗。 搏斗? 怎么搏斗? 在丝绸街里宣扬真洁吗? 他以为妓女祷告之后就会变回处女吗? 我们的神区, 由天父与圣奴行塑而成, 雌雄结合, 代代繁衍。 雷纳特回答, 妇女, 出卖身上最神圣的部位, 乃是罪大恶极。 如果太后不是心知肚明, 雷纳特修士在丝绸街的每家妓院都是熟客, 这番虔诚的声明, 好歹能留下一点影响。 毫无疑问, 雷纳特修士觉得背诵大麻雀的废话, 总比擦地板舒服。 别对我传教。 所以告诉他, 妓院老板们来抱怨过了, 而且说得在理, 罪人们的语言有何可听之处呢? 罪人们维持着国库。 太后直接了当地说, 有了侏儒的铜板, 我才能支付金袍卫士的工资, 才能建造战舰来保卫海岸。 此外, 还有贸易问题。 如果军林城连间妓院都没有, 那商船宁可去木谷城或者海鸥镇也不会来这里了。 明白吗? 总主教阁下曾向我亲口保证会维持市井的安宁, 而窑子嘛, 正是维持安宁所不可或缺的东西。 哼, 一旦剥夺了人们淫勒的权利, 人们就会转向强暴。 所以, 从今往后, 叫总主教阁下待在自己的圣堂里好好地祷告, 那才是此类活动应当进行的地方。 太后以为, 盖尔斯大人会紧接着来抱怨财政, 出现的却是派西尔国师。 她脸色灰白, 用懊恼的语调诉说, 罗斯比本人已经病得下不了床了。 很遗憾, 恐怕盖尔斯大人很快就会与他尊贵的先祖们团聚了, 愿天父公正地裁判他。 罗斯比死了以后, 梅斯蒂里尔和小王后, 会不会顺势强迫我接受粗胖的加尔斯呢? 罗斯比大人咳嗽了这么多年, 只当是家常便饭, 谁想到偏偏在这结果眼上。 苏西抱怨着, 他咳嗽着度过了老婆的一半统治期和乔夫里的朝代, 现在要死, 只能证明有人故意害他。 派西尔国师满腹狐疑地眨巴着眼睛。 陛下, 谁, 谁想害盖尔斯大人呢? 他的继承人? 或许吧, 多半是小王后, 又或许是他得罪过的女人。 买鬼, 梅斯和荆棘女王合谋又有何不可呢? 毕竟盖尔斯挡了他们的道, 再或者是什么仇人速敌之流, 甚至就是你干的。 啊, 老人大吃一惊, 陛下再说笑话吧, 我替盖尔斯大人清肠, 放血, 服药, 治疗, 用雾气水减轻他的痛苦, 以甜水花叫他少受咳嗽的折磨, 不过最近他的肺腔开始, 出血了, 算了, 算了, 你回去告诉盖尔斯大人, 我不准他死, 如您所愿, 陛下。 白雪儿僵硬地鞠了个躬, 随后是越来越多的情愿者, 数也数不清, 无穷无尽, 而且一个比一个无聊。 到了傍晚, 当人流终于到了尽头的时候, 瑟西和儿子一起用了一顿简便的晚餐, 托满, 坐睡前祈祷的时候, 记得感谢天父和圣母, 让你还是个孩子。 当国王多辛苦啊, 我向你保证, 将来你是绝不会喜欢的, 这帮人像乌鸦拙尸体一样的聚在你周围, 个个都想从你身上撕下一块肉来。 是, 母亲, 托满的语气里有几次悲伤? 是的, 一定是小王后把洛拉斯爵士的事讲给她听了。 哦, 她毕竟太小了, 等到了小乔的年龄, 大概连洛拉斯长什么样都不记得了吧。 我不介意他们的话, 儿子说, 我愿意天天陪你上朝, 听取请愿, 嗯, 玛格瑞专门挑拨离间。 瑟西不让托满说完, 总有一天, 我会把她舌头拔掉, 不准你这么做。 托满突然叫了起来, 她的小圆脸蛋涨得通红。 不准你拔她的舌头, 别碰她, 我才是国王, 不是你。 太后惊呆了, 她难以置信地瞪着儿子。 你说什么? 我才是国王, 只有我能决定拔不拔别人的舌头, 而不是你。 我绝不允许你伤害玛格瑞, 绝不允许, 我不准你碰她。 瑟西再不搭话, 他揪住托满的耳朵, 把尖叫着的男孩拖到门口, 交给波罗斯·布拉恩爵士。 波罗斯爵士, 陛下情绪失控, 请你把他护送回房, 再把佩特带去。 今天我要拖曼亲手鞭打, 一直打到那佩特, 两边屁股都流血为止。 如果陛下拒绝, 或是敢说一句抗议的话, 你就让科本割掉佩特的舌头, 好让陛下了解, 傲慢的代价。 遵命。 波罗斯爵士一面朗声回答, 一面不安的皮皮国王。 陛下, 请随我来。 夜色降临在红包, 巧斯林点燃太后的壁炉, 多卡上点起床边的蜡烛, 瑟西打开窗户, 呼吸新鲜空气。 他发现乌云遮蔽了星星。 好黑的夜晚了, 陛下。 多卡上喃喃地说着, 确实很黑。 瑟西心想, 但不及处女居中黑暗, 更不及将洛拉斯提里尔 烧成活死人的龙石岛 和红包深处的黑牢黑暗。 太后呼呼地想起了法里斯, 旋即决定不再探究, 一对一决斗, 法里斯怎么会挑了个 这么白痴的丈夫? 斯多克沃斯堡传来消息说, 坦德伯爵夫人因臀部摔伤引发的风寒致死。 弱智洛里斯成了新任 斯多克沃斯堡伯爵夫人, 由波隆爵士掌握实权。 坦德死了, 盖尔斯也快死了, 朝廷里的傻瓜总算绝肿了, 一个月同已经足够了。 太后微笑着躺了下来, 我吻她的脸颊时, 尝到了泪水的咸味。 斯西再度梦见了 那三位身披褐色斗篷的女孩, 那座充斥着死亡气息的帐篷, 以及满脸皱纹的老巫婆。 老巫婆的帐篷坚顶高耸, 漆黑如夜, 斯西真的不想进去, 正如十岁的她, 也不想进去一样。 但女孩们互相打量着, 她不得不进去。 梦中三人与现实中完全一致。 胖胖的杰尼发们一贯掉队, 实际上她能走到这儿, 已经堪称奇迹了。 梅勒亚厚斯堡年纪更大, 胆子更大, 也长得更漂亮, 不过脸上有些雀斑。 三个女孩都裹着粗布斗篷, 将兜帽拉了起来。 她们是从卧室里偷偷溜出来, 穿过比武教场去找女巫的。 先前梅勒亚厅听女仆们低声交谈, 说这名女巫不仅能诅咒人, 能让男人陷入爱河, 能召唤地狱的恶魔, 还能预言未来。 在现实中, 女孩们边跑边咬耳朵, 跑到这里, 已然头昏眼花, 气喘吁吁, 既兴奋, 又害怕。 梦中, 不一样。 在梦中, 教场内的帐篷映照出无数阴影, 而经过的骑士和仆人全是由奴物俱成的。 女孩们徘徊许久, 方才找到了老巫婆的住处。 这时, 火炬都已经熄灭了。 瑟西看见三个女孩挤在一起, 彼此说着悄悄话。 回去。 瑟西想告诉他们。 回去。 这里没有你们想要的东西。 她张口叫喊, 却发不出声音。 台湾公爵的女儿当先掀开帐门而入。 梅莱雅紧随其后, 捷尼法门拖在墓尾, 在前两个女孩身后躲躲藏藏。 她一贯如此。 帐篷里充斥着 各种气味。 肉桂, 豆蔻, 红胡椒, 白胡椒与黑胡椒, 杏仁奶和洋葱, 丁香, 柠檬香草与珍贵的藏红花, 以及更稀罕的一锅香料。 仅有的光明来自于一只做成石膝头形状的铁火盆, 它放射出阴暗的绿光, 显得帐篷壁更加冰冷, 死寂而腐朽。 现实中也是这样吗? 瑟西记不得了。 女巫倒和现实中一样沉睡于寒梦之中。 别理她。 太后想尖叫, 你们这帮小白痴, 不要唤醒沉睡的女巫。 但她没有舌头,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十岁的女孩掀开兜帽, 朝巫婆的床铺踢了一脚, 叫道, 起来, 我们想知道自己的未来。 蛤蟆乌鸡睛开双眼, 杰尼发满发出一声恐惧的尖叫, 逃了出去, 头也不回地冲进了夜色之中。 哦, 肥胖, 愚蠢, 温顺的小杰尼, 脸如面柄, 身似圆筒, 看到影子都害怕。 然而她却是最明智的, 不是吗? 杰尼至今仍好端端地活在仙女岛, 她下嫁给她领主哥哥麾下的一名封臣, 生了十几个孩子。 老妇人有一双黄色的眼睛, 沉淀其中的是一种难以言语的邪气。 莱尼斯港内传说, 当她丈夫用一袋香料把她从东方买来的时候, 她是多么的年轻美貌。 然而岁月和邪术摧残了她的身体, 如今她变得矮小, 粗胖, 皮肤咯咯咯咯咯。 还有一个犹如绿色鹅卵石一般的丑陋的下巴。 她的牙齿掉光了, 霜乳垂到膝上, 稍稍靠近便能嗅到疾病的味道。 当她开口说话的时候, 喷出来的臭气怪异而浓烈。 滚! 她嘶哑地朝女孩们低吼着。 我们为预言而来。 年轻的瑟西告诉她。 滚! 老妇人再度嘶吼。 听说你能遇见未来, 梅拉雅说。 我们只想知道自己将来的丈夫是谁。 滚! 老妇人第三次吼道。 听听她的话。 太后快哭出来了。 你还可以逃, 逃望, 小白痴。 十岁的金发女孩把手放到背后。 给我们预言。 给我们预言。 否则我让我父亲大人以轻武之罪狠狠鞭打你。 求求你, 梅拉雅哀高的。 讲讲未来吧, 我们马上离开。 很多来。 很多来这里的人并没有未来。 乌鸡用骇人的深沉丧音说。 她把长袍承招呼女孩们靠近。 来。 不愿走就来吧, 傻瓜们。 来, 来, 让我尝尝 鸡血的滋味。 梅拉雅脸色惨白, 色喜却不为所动。 狮子何具蛤蟆, 尤其是又老又丑的癞蛤蟆。 它可以拒绝, 它可以逃跑, 它可以不再回头, 但它所做的却是接过了梅迪的匕首。 用着扭曲的铁器划破拇指, 接着又割了梅拉雅的指头。 在阴郁的绿色帐篷里, 鲜血的颜色也随之成为暗红。 看到血, 无疾无牙的嘴巴颤抖起来。 来, 它低声说, 伸过来。 色喜伸出手, 让老巫婆吸吮血液, 对方的牙龈 竟如心声婴儿般柔软。 太后还记得 那张嘴里古怪的寒气。 你可以问三个问题。 老巫婆吸完那滴血便说, 但你绝不会喜欢我的答案。 是问, 还是滚? 随你挑, 走啊! 太后心想, 别问了, 走啊! 但梦中的女孩 不懂得恐惧。 我什么时候嫁给王子? 他问, 永远都不会, 你会嫁给国王。 黄金卷发下, 女孩的脸因困惑而皱成了一团。 后来的若干年里, 他一直以为这句话是在指, 他在雷家王子的父亲伊丽丝去世之前, 不会嫁给雷家王子。 我会成为王后, 对吗? 年轻的他问, 是的。 乌鸡的黄眼睛里闪烁着恶毒的光辉。 来日, 你将母遗天下, 直到另一位女人的到来, 比你年轻, 也比你美丽, 她会推翻你, 并夺走所有你真爱的东西。 女孩的脸上怒气浮现, 她要赶来, 我就让我弟弟宰了她。 天真任性的孩子, 她不肯就此罢休, 她非要问出最后一个问题, 非要瞥到自己的未来。 我和国王会有孩子吗? 她问, 哦, 当然, 十六个属于她, 另外三个属于你。 思绪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 歌伤的拇指隐隐作痛, 鲜血滴到地毯上。 怎么会这样呢? 她想继续提问, 然而三个问题, 却已经用完了, 老妇人却没有说完。 他们将以黄金为宝官, 以黄金为果实布, 乌妇人却叫着, 将来有一天, 当你被泪水淹没的时候, 华伦人却将扰住你苍白的脖子躲走你的生命。 华伦人却是什么? 乌妇人却不喜欢这段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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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会嫁给詹姆吗? 她脱口而出。 你这笨女孩。 梅拉雅当时这么问, 太后至今仍很生气, 詹姆甚至不知道你的存在。 幼时的詹姆只晓得习武、寻狗和骑马, 她心中也只有色系她的双胞胎姐姐。 不会是詹姆不会是任何人。 乌妇说, 你的真槽将被驱虫夺去, 小妹妹, 你的死神将在今夜到来, 还没有嗅到她的气味吗? 她就在你的身旁。 我们只嗅到你的气味。 詹姆叫喊着, 肘旁的桌子上有个罐子, 其中装满了浓稠的液体。 詹姆顺手抄了起来, 把罐子砸向老妇人的眼睛。 现实中, 被击中的巫婆用奇特的异国语言厉声惨叫, 并在两个女孩逃离帐篷的时候诅咒她们。 但在梦中, 巫婆的脸融化了, 化为屡屡挥舞, 只剩下两只狭长的黄眼睛。 那是死亡之言。 瓦伦快将扼住你苍白的脖子。 这句话在太后的耳边回荡, 声音却不属于老妇人。 一双粗壮的手从武器中钻了出来, 紧紧地孤住了色系的脖子, 上面露出了一张脸。 那张脸用不对称的眼睛俯瞰着色系。 不! 太后想高叫, 但侏儒的指头掐得太深, 阻止了色系无谓的抗议。 她踢踏挣扎, 毫无作用。 很快她也发出了儿子快死的时候 所发出的那种细的吓人的, 充满了恐惧的嘶嘶声。 犹如一个人, 想用一根芦苇引进一条大河。 色系在黑暗中喘息着醒来, 毯子缠在脖子上。 色系拼命地把毯子扯开, 以至于把毯子都撕破了。 这是梦。 她毯胸漏乳地坐在那里喘着粗气。 一个反复梦见的梦, 和一条纠结的毯子, 没什么, 没什么。 今天, 梦尔维斯夫人又得陪着小王后过夜, 睡在色系身旁的是多克萨。 太后粗鲁地摇晃着女孩的肩膀, 起来, 去找派西尔, 她应该在盖尔斯大人那里, 立刻把她带来。 睡意朦胧的多克萨, 跌跌撞撞地翻下床铺, 慌乱地找着衣服, 她的赤脚摩擦着草席, 傻傻作响。 不知过了几世纪之久, 帕西尔国师才姗姗赶到, 她站在色系面前搭了着脑袋, 沉重的眼皮不住上下打架, 用尽全力才克制住了打哈欠的冲动, 细脖子上的锦链, 似乎随时都能把她给压垮。 其实, 从色系有记忆时开始, 帕西尔就已经是个老人了, 但过去的她, 毕竟十分庄严, 服饰华丽, 行李优雅, 不怒自威, 那把大胡子更赋予她智者的外表。 提梁要走了她的胡子, 长回来的是几粗稀疏脆弱, 毫不规整的胡子茬, 完全不能隐藏老人垂落的下巴上松垮的粉红色肌肤。 她是个废物, 色系心想, 是过去那个她的残骸, 黑牢, 外加侏儒的剃刀, 合起来摧毁了她。 你有多少岁了? 色系突然问, 啊, 啊, 威臣八十有四, 陛下。 我想要个年轻人。 呃, 国师用舌头舔了舔嘴唇, 书记会推举我为国师的时候, 我才四十二岁。 想当初, 卡斯活到八十岁, 才被推举, 埃兰朵则在八十九岁, 职责很快压垮了他们。 两个人再朝军部出一年, 便告去世。 呃, 接下来选出来的是六十六岁的梅龙, 但他在前来军临的路上, 因风寒而致死。 最后一耿国王要学成派个年轻人来, 一耿国王也就成了我所服侍的头一位国王。 哼, 托卖将是最后一位, 给我药剂, 帮助我睡眠。 呃, 睡前一杯葡萄酒, 我天天喝酒, 你都不长眼的白痴, 我要强效药, 让我不做梦的药, 毕, 毕, 毕下不想做梦, 你聋了是不是? 你的耳朵跟你的老二一起退化了是不是? 你究竟能不能给我强效药, 还是要逼着我命令科本大人来纠正你的失职呢? 啊, 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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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必要牵扯, 呃, 牵扯科本, 呃, 您需要无梦的睡眠, 呃, 我能够提供药剂。 好, 你走吧。 国师转身朝门口走去, 太后又把他叫住了, 哦, 还有一件事, 学成礼, 讲解预言吗? 未来可以被遇见吗? 老人犹豫半傻, 他用一只皱巴巴的手, 盲目地在胸前摸索, 似乎要念了一不复存在的胡须。 呃, 未来可以遇见吗? 呃, 他缓缓地重复着, 呃, 也许可以吧, 古书中, 呃, 的确有相应的魔法。 然而, 呃, 陛下若是再问, 呃, 我们要不要遇见未来呢? 呃, 对这个问题我会肯定地回答, 呃, 不, 有的门还是永远关闭的, 为好, 你出去的时候记得关上我的门。 斯西早就该知道, 从派西尔嘴里得到的答案, 必定跟派西尔这个人一样的没用。 第二天, 斯西跟托马共进早餐, 男孩寻服多了, 看来叫他惩罚佩特特别见笑。 母子俩吃了煎蛋, 煎面包, bacon, 以及从多恩通过海陆运来的新鲜血城。 儿子和他那几只小猫咪玩, 斯西看到他们在托马脚边欢乐的嬉戏, 略感宽心。 有我在, 谁也不能上海托马。 为了托马的安全, 斯西可以毫不犹豫地处死威斯特罗大半的诸侯和所有的老百姓。 乖, 跟乔斯林一起出去吧。 餐后, 他吩咐儿子, 接着他找来了科本, 法利斯县下是死是活呀, 还活着, 不过活得不太舒服。 明白。 斯西想了一阵子, 波龙这个人, 我踏之策, 其中敌人汗水, 说到底, 他的权力根植于罗利斯。 如果我们正式地支持罗利斯的姐姐, 抱歉。 科本说, 恐怕法利斯夫人已经没有能力来统治史多克沃斯堡了, 实际上单凭他自己连维持生命都做不到, 我很高兴能在他身上完成许多研究。 但课题本身不是没有代价的, 陛下, 我没有违背您的旨意吧。 算了, 没关系。 反正, 想挽回也迟了, 索性不去多想。 哼, 他死掉最好。 索性告诉自己, 没了丈夫, 他本来就活不成了, 嫁了个白痴丈夫, 居然还倾心于他, 真搞不懂。 此外还有一事, 昨天晚上, 我做了噩梦, 每个人都会时不时地做噩梦的, 梦中的女巫, 是我小时候见过的。 森林女巫, 她们算什么, 懂一点草药知识, 会接生。 除此之外, 她不一样。 当年, 兰尼斯港里, 多一半人都跑到她那去, 购买还魂药, 春情丹之类的东西。 她的儿子原本是个富商, 后来被我祖上提拔为小领主, 她的丈夫, 则是在东方做买卖的时候, 爱上她的。 许多人认为, 那就是她施展魔法的结果, 不过我觉得, 她大概是直接动用了两腿之间那个动吧。 据说她原本不丑, 后来才逐渐蜕变的。 我记不得她的真名了, 那是个又长又古怪的东方姓名, 我只知道老百姓称她为乌鸡。 呃, 乌鸡, 难道是乌魔女? 是吧, 那女人从我指头上吸了一滴鲜血, 然后预言了我的未来。 哦, 血魔法是最黑暗的巫术, 也可能是最有力量的。 此话色系, 不愿意听。 这个乌魔女的预言, 有板有眼, 最初我嘲笑她们。 然而, 很快事实证明, 她关于我女伴的话说的半点不差。 当她做出预言的时候, 我的女伴才十一岁, 健康的, 就跟小马军似的, 而且暗安全全地生活在凯岩城中, 然后她就掉进井里, 淹死了。 梅拉雅恳求自己的朋友, 别把在乌魔女帐篷中听到的事讲出去。 不去谈论, 便会遗忘, 所有的一切就都只是一个噩梦。 梅拉雅说, 噩梦从来不会成真的。 她们俩当时好小好小, 这番话听起来很有道理。 您还在为童年好友悲伤吗? 科本问, 您可是为这件事情在烦恼呢? 陛下, 梅拉雅, 哦不, 我连她长什么样都不记得了, 我烦恼的是, 这乌魔女似乎知道我会有几个孩子, 她也清楚老婆的私生子女, 在老婆拥有第一个孩子的若干年前, 她便知道了, 她还保证我会当上王后, 又说另一个, 哼, 比你年轻也比你美丽, 哼, 另一个女人会夺走所有我真爱的东西, 而您决心阻止这个预言, 这是我最大的愿望, 太后心想, 预言能阻止吗? 哦, 当然, 毫无疑问, 怎么做? 我想, 陛下自己很清楚该怎么做, 摄西确实知道, 他一直都知道, 早在那间帐篷里的时候, 他就知道, 他要赶来, 我就让我弟弟宰了他, 不过, 所谓知意, 行难, 詹姆是无法依靠了, 对方突然恶极也不可能, 该怎么做呢? 匕首, 枕头, 一杯毒心酒, 几个办法都不妥当, 叫老头子在睡梦中死去, 是一回事, 如若十六岁少女, 莫名其妙, 暴毙于床, 肯定会引发无数的疑问, 再说, 麦克里从不毒睡, 而即便没有了罗拉斯爵士, 他也有许多其他的武士, 日夜紧密保护, 见任都有两面, 保护他的人, 很可能就会是毁灭他的人, 只要收集到足够多的证据, 到时候就连麦克里的父亲大人, 也无法驳回死刑, 当然要做到这一点不容易, 他的情人是不会承认的, 一旦承认了, 自己也要掉脑袋的, 除非, 第二天, 太后去院子里, 找到了奥斯蒙凯特布莱克, 奥斯蒙正在跟雷德文的双胞胎之一比武, 究竟是弟弟还是哥哥, 奥斯蒙说不准, 他从来就区分不了这对双胞胎, 他看了一会儿, 然后把奥斯蒙爵士叫到旁边, 陪我散步, 他吩咐着, 边走边说, 说心里话, 我讨厌吹牛, 不要再鬼扯什么, 一个凯特布莱克当三个好骑士了, 你要知道, 很多事情取决于你的回答, 说说你弟弟奥斯尼, 他剑术如何? 很不错, 您见过他打, 他没有我或者奥斯蒙里强壮, 杀人却醉麻利, 是吗? 那么他与波罗斯·布拉恩爵士相比呢? 呵呵呵呵, 酒肚子, 波罗斯, 呵呵呵呵, 奥斯蒙爵士咯咯笑着, 他多大年纪了, 四十, 五十, 不管活了多久吧, 至少有一半时间他是在醉酒中度过的, 而且还那么胖, 即便他以前能打, 现在也早就不行了, 陛下, 波罗斯爵士想死的话, 奥斯尼很容易成全他, 可为什么呢? 波罗斯叛国? 不, 瑟西说, 波罗斯爵士并没有叛国, 在瑟西的心目中, 叛徒是奥斯尼。